你把你的list帮我写出来就是你最看重的是什么 因为对你来说现在时间去抢 而不是去别人会等着你把这房给你 大家好我是大叔小王子 就最近这个租金在不断的上涨 比如说我住的地方 特别搞笑 它就是上个礼拜是800块钱 这个礼拜就是900块钱了 然后上个礼拜这个是760 这个礼拜就是820 那么非常原因呢 你要理解房东 呸就不理解 那房东是怎么想的呢 第一就是他发现application币的人是很多 尽管比如说你比较优质 但是他肯定还比较肯用钱的 第二呢也是他也明白刘学生要回来 刘学生一般时候都不是很差钱 第三呢就这个利息呢 再涨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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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狂在涨 你再付再多的rent 你也看不了不了他的interest 这为什么房东要找你 所以呢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 如果你现在找房子 你把你的list帮我写出来 就是你最看重的是什么 因为对你来说现在时间去抢 而不是去别人会等着你把这房给你 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房满足了你最大的三个的key list 你就直接附订金帮我定下来 申请application 然后就先让他先off the market 这时候你比较有动力 然后开始叫deposit 那么什么list呢 你要去想 那么如果是留学生的话 你要想第一离学校进不进 对吧 如果离学校比较远 那你要想他离学校很远 离活着也要很远 那你要累死我了 像我当时像的非人的生活 就你知道我当住哪里吗 从悉尼大学乘bus或者乘火车 再乘20分钟 那个bus乘到哪里有没有巨人 所以你第一想你学校进不进 你学校有不远 OK 第二方不方便去买东西 或周围有没有华人超市 那你吃解决了 对不对 第三是很重要 就安安安全 好吧 就43个最重要的点 好吧 小伙计别忘记 朋友们下期再见 拜拜